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有的朋友看东西看的比较仔细 说涛哥你那个后面 昨天前天说又有松府从那过 另外一朋友看见说 他说你那边有一个破木桶 就在这破木桶 给他拿开 我怎么说呢 在北美 其实在北美很多家庭不一样 我只能说不一样 有些家庭 特别是后院 有人说你后院太乱了 我看过不一样的 我只能说就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通常说乱呢 就是杂草 丛生 这是一些乱 中国人住过之后呢 他不注重草的护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如果房东住的话 如果人家自己家 很多人愿意去收拾 有些人可能不是自己家 他也不收拾 那当然他不是自己家 他要收拾 这园子要收拾起来 也挺费劲的 还有一种情况 他故意弄成这种 我看过很多 特别是 看过很多 这个 他的装饰的一种 就是找那些烂木头 真的是找烂木头 他就是要一种 你可以叫回归自然 你也可以叫是一种 反正他是一种风格 你好不好 谁对谁错 我个人看过一些东西 室内 就是那么个故事了 就是那么个状况 在他不想把家庭里弄的 就像西方的一些园林似的 收拾的非常的 有棱有角 这么讲吧 收拾的非常有棱有角 不是 他喜欢这种纯自然的 喜欢这种 带有野味的 山野味的那种 就是非人 非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 就不去刻意 要人去把它干嘛 当然在很多园林当中 我看到是剪辑的 他把草木都剪 剪弄的挺好的 就像这个周围的 就家与家之间的院墙 我见过一个 大概在从国内来 带着钱来 然后买了房子 他立刻就买买那个 一人多高 大概两米左右的这个木板 把整个家给圈起来 就说谁都是 他看谁都是小偷 他有钱买现金买房子 万一把给下了 然后等他弄上之后 大概各把月吧 不到各把月 自个儿搅着我 因为当你气体强的时候 你看起来是保护自己 你把自己给隔绝了 周围完全不和谐 他又给拆了 一批为二 从中央卡了一边 所以他就变成了 这种一米 大概一米是一米二的 那么个高度 然后他里头又圈出来了 我个人看着挺费劲的 我个人看着挺费劲的 路相随俗 就像其实 到很多环境中 比如说我自己要出去 去欧洲 去罗马 去哪 就钻他那个小街小巷里头 到那小街小巷里 去买 去吃东西 去看他们那些人 看那些房子 看他的住宅 那是真正 我以为 对我而言 那是真正生命 那表面的一些大的 辉煌的东西 那是商业 那是商业 那是赚钱 那是女人脸上抹的粉 不是那张脸 当然 每个人看法不同了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他生命的繁荣 我觉得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繁荣 透过一些不同的环境 都可以看出来 但每个人的立足点不同 找眼点就不同 对吧 找眼点就不同 你就不好说 谁对谁错 三中 对不起 七中全会呢 到现在没结果 没有效 没有消息出来 结果在今天 法广的媒体当中提到 十九大还有五天登场 金融维稳 金融安全 进入了白热化 这个说法就比较透显了 上海深圳两个股市 今天都以上扬作收 证监会今天警告 将严厉打击上市公司大股东 叫做董监高 违法减持 甚至清仓室减持 并且惩罚了四个案子 那就杀鸡进猴了 那其实这个说法是 我以为透显出 习近平到现在 拿不下金融资本家族 拿不下金融权贵资本家族的 真实的他的影响力 还没有拿下 没拿下 他只能靠这种完全封杀式的 就像对VPN一样 当没办法的时候 他只能封杀了 以封杀式的方式 以一种完全是党指挥枪 对不起 枪指挥党 枪指挥钱 我现在拿着枪了 对吧 武警司令昨天说话 所以我拿着枪了 不成我就秃秃你 你刚跟我导弹 我就秃秃你 你说这个是不叫 你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 我不管 他其实习近平是不 我不管 你不用跟我说文明社会 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有党 共产党在 你为什么叫文明社会 有共产党在 共产党说人是高级动物 你为什么说要维持人的文明社会 是你认识的不同 你在利益上 不能在生命上认识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的困惑 你的表达就显得很自然 我眼睛里很自然 中央社报道 台湾的 十九大前权力护盘 今天习近平 中国证券监督 重申严惩 违法减持 作为教训 证监会开出了60万的 惩罚性罚管 惩罚性罚管 他讲说不少投资人 在今天的股市的环境中 朝短线 希望在近日高点时 出手股票 那市场情绪浮动 证监会委员 证监会今天举行发布会 发言人常德鹏说 意图减持的投资人 攘化意图减持的投资人 并且公布了四宗 行政罚款结果 他表示 对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违法减持 甚至清仓式减持 将以及相关违反 规定的行为 证监会将重拳制乱 严厉打击 习近平没吃下金融 没吃下金融 就以 他只能拿出 完全霸道式的管理的方式 你买了 你买了不许卖 你买了不许卖 你卖我就抓你 叫违法 拿着导股票叫违法的 导股票就是建立而出货 那大家就看谁 掏兜掏得好 对不对 本来这个市场 是这么个市场 那可是这个市场 是被过去十年十五年 中共权贵资本家族 在江泽民的曾庆红的控制下 那人家挣了钱了 市场成为人家 圈钱的 圈老百姓钱的环境 圈钱就是要把人家的钱拿进来 在股票里都是闲钱 对不对 有人说他不是闲钱 他抵押房子卖 他活该 我只能说他活该 对不对 赌博还要把老婆赔进去 把孩子卖了 那是他愿意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哪有正常股市了 所以人家是在那个环境中 出现的场面 那今天呢 他弄不了 当他吃不下的时候 他只能拿棒的泪 只能拿棒的泪了 常德鹏说 对涉嫌刑事犯罪 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警示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其董事会监事和高级主管 谨记严守现行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权力责 反感触碰资本市场红线底线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那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在习近平王岐山的眼睛里认为 在十九大的前后 有人就是原来江泽民 曾庆红控制的权贵资本家族 有人要跟他们作乱 要跟他们导弹 所以金融安全成为了真正确保十九大的 一个要命的地方 金融安全变相的就叫金融政变 其实就在昨天 在昨天 他叫反腐沙皇 王岐山领导下的中纪委的下属省部级官员 进行大更换 纪检组在金融机构方面的派驻 出现了人员变动 银监会和保监会分别更换了纪检官员 保监会主席一直空缺已经半年了 湘敦波被抓之后没有人顶上去 而由福建省龙岩市的市委书记 林国耀调任保监会任纪检组组长 而长期在中纪委工作 有22年的叫做李新然到银监会 任这个纪检组组长党委委员 那这个就非常 这是非常有趣了 他说这个林国耀接替了现在63岁的陈心全 正式成为了中纪委驻保监会的纪检组组长 那党委委员 这是10号 也就是在七中全会召开之前 而上个月的30号呢 9月30号 李新然出任了中纪委驻银监会的纪检组组长 那原来的银监会的纪检组组长是杜金富 那也就是说在七中全会召开 在为了迎接七中全会和这个这个十九大 银监会保监会 我们看到的就完全改完全换人了 那保监会显得更特别 保监会没有会长 没有总裁 没有老板 那而这纪检组组长变相就成了老板 变相的成为老板 而保监会里面我们知道在金融政变中 2015年表现出来是保监会相应的人员出的问题 跟银行挂钩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在我的解读当中都是直接强调说 十九大和七中全会 习近平冒的最大的风险不是军队 不是兵变 而是透过金融体系的这种 叫金融政变也好 金融安全也好 来颠覆整个社会 给社会带来动荡 这依然是今天习近平最致命的弱点 最致命的弱点 国内的财新周刊提到 银监会保监会更换基检组组长 而这两个人都来自于原来的系统之外 一个是反腐干将 另外一个是福建省地方的干部 这就其实他变相的提出来 就是对原来系统的人全都不信任 对金融系统的人根本不信任 来自于福建省的一个地方式的市委书记 一步跨到保监会任基检组组长的话 举目无亲近年 他就是从来没拿过上方保监的钦差大 那他的直接的服务的对象 是他曾经的领导福建省的 在福建工作过的习近平 所以这是我以为当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 他表明习近平对金融政变是随时提防 而他根本控制不了 也反映出十九大的这种对垒性 双方的这种争持性的激烈程度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